这天小马哥兴致勃勃地告诉老汉 自己要去白平一件事 要是办好了老板锅冰就给50块 说完还给了老汉一颗大白兔奶糖 两人约定晚上早点回来喝一壶 没想到悲剧还是发生了 当晚老汉准备了一桌子韭菜 就是没等到小马哥的到来 次日天空下起了大雨 没法工作的他们在屋檐下躲避 老汉拿起电话给小马哥打了过去 没想到铃声却从一片废墟中响起 公优们都火速赶了过来 当晚老汉独自为小马哥手艳 没有香 老汉就为他点上三根香烟代替 次日老汉找人下葬了小马哥 这也是他唯一能帮他做的事了